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哈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Vivi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文章 看成是经济日报特选 没有啦 就是我自己的专栏文章 标题呢 叫做车用情境 网路数位经济的新战场 那诚如大家所知道的 目前坊间比较熟悉的数位经济 如果用场域来分的话 可以分成像是家居啊 办公啊 跟移动的三种情境嘛 那家居的话像是智慧生活 人体感知 红外遥控等等都算是 那办公面的话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物联网 跟这些AI组成的智慧办公系统 在移动场域呢 就是以智慧型手机为最大宗嘛 那比较可惜的是哦 目前的三个面向来说 这些数位经济的发展 在近年来都有出现 我们所谓的创新迟滞的问题 那创新迟滞要怎么办呢 其实解决的方法也不复杂 一种就是发展所谓的新分流 举例来说 现在很红的AR VR跟MR 就是一种新分流 那第二种呢 就是新情境 那我觉得以目前 数位经济发展的现况来说 车用情境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怎么说呢 电动车它属于我们的汽车领域嘛 那过去有我们的ELON MUSK 统领的特斯拉一直跟数位经济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最近呢很多的新闻跟爆章媒体杂志都有传出说 我们的MUSK他即将要发展车用情境的APP store 就是TESLA APP 在我之前的文章 马斯克非典型的电动车玩家里面有提到 马斯克是如何利用这些数位工具 来行销自己跟特斯拉 但行销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嘛 假如说可以让特斯拉电动车的本体 跟数位经济之间有更紧密的连结的话 那确实发展车用情境的APP store 是个非常好的选项 那我们目前非常熟悉的这些下载APP的APP store 他其实开创的是苹果嘛 不过以整个他们公司的发展现况跟过往 比较擅长的领域来说 我们认为他发展纯电动车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苹果如果刚刚所说的 他比较擅长的是网路电子产品的软硬体与服务整合 汽车来说并不是他的强项喔 那如果真的要跟电动车有关系的话 比较有可能是发展所谓的自驾系统跟车用的APP store 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争相进入这个车用情境的APP store呢 在2008年Jobs他受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说 他觉得APP store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有10亿美元市场的标的 但是呢殊不知APP store在问世以来 全球的开发者透过商店买卖已经吞进了2600亿美元 那在过去苹果跟Tesla是井水不犯河水嘛 一个就是专注在我们的数位网路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做汽车 但是呢当Tesla他决心要发展他们的APP store的时候 传言苹果也要推出APP store了 那谁有可能成为未来网路数位经济的新霸主呢 那带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哦 发展车用情境的APP store 对苹果跟Tesla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困难 首先相较于Tesla 苹果他虽然是作业系统的老前辈嘛 但是其实我们的手机系统大家非常熟悉嘛 除了Apple的iOS之外呢 就是Google的Android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成熟的系统Android 也是非常的虎视眈眈车用情境这一块的数位经济处女地 在几年前Apple跟Google他们就分别有推出 搭载各自系统的车用面板哦 那在2022年的1月的时候 也传出了Android跟Footer即将要缔结成为合作伙伴 那这个缔结的内容呢 就是2023年后出产的Footer汽车 都将搭载内建安卓系统 所以说你以后买Footer汽车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使用Google Map Google Assistant语音助理 或是Google Play商店等功能 那有意思的是哦 虽然Android跟iOS都是系统的老将嘛 但我很好奇的是哦 就是App Store发展至今也十几年 成熟的获利模式跟系统运作 会不会反而限制了他们开发车用情境的想象力呢 那其次 我觉得手机的App Store跟车用的App Store 假如说啦没有应用情境上的区别 只是把面板放大之后潜入车内 那好像也是蛮可惜的哦 说完了系统老将了Apple跟Android 他们可能碰到的困难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特斯拉 特斯拉选在这个时间点用力的投入我们的车用情境App Store开发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这个时间点来说都非常有意思哦 过去他作为电动车的步道者嘛 的确他抢得了第一波电动车热炒的商机 但随着电动车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议题 要永续要环保要节能等等 很多传统车厂像是Toyota福特或是B&W 都纷纷投入了电动车市场 以这样来看其实特斯拉的优势是会逐渐消失的 可以赋予特斯拉跟传统电动车差异性的选项 便是由车子软体与应用服务整合的特斯拉生态系了 那苹果跟特斯拉在各自的产业都有绝对的优势哦 像是苹果擅长网络科技软液体服务整合 特斯拉呢则开创了电动车的新局 在车联网的数位经济战场里 究竟是会用App Store吃掉智能车 还是智能车吃掉App Store呢 未来势必会上演这一场好戏 那今天的内容就播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维宣Vivi 我们下次见啰拜拜